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无一定言说也 意 道本无言 非言不显 言有不达 道无以明 佛讲这本《金刚经》是说如来的心法 以断仪生信为主 以离相为宗 以无助为体 真空之妙并不在言与行迹间 时不得已而言之也 所以经指红身 脱难两悟 倘若诵经的人不知道经济 看经的人不知道佛言 就是烂熟经文 也是盲无所得 更何能谈到以心传心 见性成佛的道理呢 古来《注解金刚经》的书籍不下千种之多 可惜都是用了高深的文字解释 致使一般文理不深的普通善信 依旧莫知其意 无所适从 深感盲无头绪之苦 如此一来 岂不是以如来至妙的心法 因此而不能明传了吗 于因有感一思 所以就发心想用极浅金的文言 注解金刚经 以便收拾文字者 稀可了然 不亦尚未着笔 郭章二子 记忆三种金刚经 时事吉诸 通俗吉义 尊世讲义 请事于余 何者搅善 既行复印 而广流传 于翻阅一变 绝三种注解 虽有一二未透处 但文理浅进 尚无深奥难解之弊 其中有以通俗吉义本 最为简明了然 甚洽于义 于难以此本为主 十孙二本为父 全取各本之优点 贪以己意 惠及世边 已了于岁出一点发心之怨儿 愿将来得见世书者 或可由浅而知深 寂静而勿远 因世篇之言 而知注解之言 因注解之言 而勿佛经之言 勿言勿矣 则信以知真 愿以知窃 行之以恒 兴迷破痴 悟道参修 阔罗性理 洞悉珍长 正心修身 圆明自如 脱苦海而登瑶池 气唤花而念幽谈 同正无上之庙 共享极乐之荣 事于之所望也 实在民国二十七年岁此 勿淫三月九日 南平丰僧 蓄于张氏佛堂中 一 说经名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一记经名,未容易说明,故分作一金刚,二波罗,三波罗蜜,四经,四段来说。 一金刚,金刚二字,很多解说的经书中都说金刚是金中之刚,有利而能断的意思。 实则,印度及澳洲各处实在有金刚石这样物,为世界上稀有的宝石,它是矿物的一种,形状为透明锥形发面体,浮于日光或灯光,就发放灿烂的金色。 它的性质甚坚立,能格化玻璃,能雕刻坚实,能穿凿岩层,能钻磨一切的宝石,为万物中最坚立者,所以给它取了个金刚石的名称。 金则不变,钢则坚立,说到它的形状,光则透明,则又不沾丝毫沉染。 故此经以金刚名为首,既取其坚立二义,坚则历百节千生流转六道,而觉性不坏,历则照诸法空,破无名障,无微不照。 换句话说,就是以金刚之坚,欲般若体,以金刚之力,欲般若用。 二,般若,般若二字是梵语。 很多解说的经书中,都译为华语智慧二字,不过,单用智慧二字,最易与普通说的智慧二字相混,所以应加一妙字,可免这个误解。 譬如,我们常说的理字,细分起来,实在有粗、细、微、玄、妙的差别。 粗礼很易说,系礼要详说,规礼以难说,旋礼还可说,到了妙礼就无可说了,所以加一妙字,用妙智慧三个词比较恰当。 三,波罗蜜。 波罗蜜三字是梵语,意为华语,则为道彼岸三字。 众生因为受了一个我字的迷惑,日日就在烦恼苦海中,躺能从生死烦恼大海之中渡到不生不灭,清静安乐之地,既到彼岸也,比喻就是脱离了苦海。 不过,道彼岸有顿见之分,顿就是一文大法,就知五蕴本空,六臣非有,立刻记物身心,而名大道。 见就是由信而解,解而行,行而正,次地见修,也可以误入,顿见随书,而道彼岸则一也。 四,经,经字当作静字解,比喻修行的一条路径。 宗企来说,修行的目的在度己度人,人之真性本是虚灵不昧,历节长存,稀为物欲蒙蔽,所以沉沦于生死苦海,未能脱离。 我佛慈悲,特说此经,断众生的烦恼,脱离苦海,到达彼岸,超脱究竟之地。 但是,欲达到这个目的,非修得妙智慧不可,要修得妙智慧,非同金刚石般的坚立光泽不可,果能一毫不沾沉染,去断绝一切的妄念。 自可斩邪魔于己身,诸妖怪于万里,勇猛精进,明了自性,而到达彼岸,与诸佛菩萨同享快乐也。 2. 说金刚经的历史 金刚经原包括在《大般若经》第577卷中,古人评论这卷经,如儒家的论语,词有尽,理无穷。 如来佛讲《大般若经》共600卷,讲经的地方及法会的侧地,共集四处十六会,讲这卷金刚经是在十六会中第九会, 讲经的地方是中印度舍卫城南边的几孤独园。 说到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中国周穆王九年的时候,四处十六会分为 王舍城的灵鹫山六会,保罗伐城的士多林几孤独园三会,他化字在天宫摩尼宝殿一会, 又保罗伐城的士多林几孤独园四会,又王舍城的灵鹫山一会,王舍城的竹林园中白鹫池边一会。 三,《义此经》的谣秦三藏法师纠摩罗什的历史。 纠摩罗什是印度人,这个名字是印度语,意为华语是同寿二字。 纠摩罗什的父亲是叫纠摩岩,求祠国王的妹妹石婆是其母亲, 求祠即今日新疆省的库车,纠摩罗什生于求祠,可用父母之名为其名, 所以叫纠摩罗什,他七岁的时候,随其母亲石婆,游历各方, 在印度北边延宾地方,从盘托达多学小成教, 又在苏罗国从叙利耶索摩学大成教, 以后回到求祠,又从贝里罗裔学律, 从此就在求祠宣布大成教。 建元十九年,前秦主福坚,前小吉江京吕光去讨拔求祠, 吕光获了纠摩罗什,搬师回到梁州, 得到福建的拜报,自己就在梁州拥兵独立, 以后后秦主遥让之子遥兴, 遣师伐梁,灭吕光,并带走了纠摩罗什, 回到长安,带以国殡的礼遇, 请在西明园及《逍遥园》一经, 议成了《经》《律》《论》《凡》《七十四部》三百八十余卷, 后秦红使十五年八月,子于长安大寺, 十年七十四岁。 三藏这两个字,是指经、律、论三者而言, 因为纠摩罗什精通经藏、律藏、论藏, 所以后世称他为三藏法师。 如来佛所说的教法典籍是经藏, 所说的戒律典籍是律藏, 所说的法相问答及佛弟子或佛灭度后, 诸菩萨所解释的经义与辩论法相的典籍是论藏。 四,说金刚经的戒分 全部金刚经共分作三十二分, 是梁周明太子所分的, 古唐真经并无此戒分。 金刚三十二分, 再分作一续分, 二正宗分, 三流通分, 三层来说明。 一续分, 续分仅则包括第一分, 这一分是说法会因由, 此续分不过又可分通续别续之分。 如是我闻, 至千二百五十人句为通续, 这是与他经共同之点, 自尔时世尊之喜足以夫作而作为别续, 这是与他经不同之点。 二,正宗分, 自第二分至三十一分为之正宗分, 完全是说本经的宗旨。 三,流通分, 是说流通后世, 即最后的第三十二分。 五,说法会因由 法会因由就是说阿南寄经的当初, 阿南是如来佛十大弟子中的依人, 阿南两个字是印度语, 欲为华语无染, 又欲为欢喜, 又欲为庆喜。 阿南随是如来佛, 在居士纳城附近, 舒兰若和的地方, 如来佛在这个时候, 已是快要远寄, 阿南见师父快离命中, 就悲从中来, 视策豪哭。 这个时候, 弟子须拔陀罗也来到, 他见阿南好哭, 音劝阿南约, 师父在世, 我们还可以随时问道, 师父死后, 我们已没有办法请教, 哭是无益的, 不如趁师父未死时, 有四件事, 你可以请师父指点出来, 给我们听听。 第一件事, 就是师父死后应以谁为师, 第二件事, 就是师父死后应以何为主, 第三件事, 就是师父死后应以何为法, 第四件事, 就是金刚经的起头应用什么文字, 对于第一问, 如来佛答曰, 应以波罗提木义为师, 波罗提木义是梵语, 意为戒律二字, 就是要以戒律为师, 对于第二问, 如来佛答曰, 应以四念为主, 何为四念, 就是如下的四项, 一,观身不净, 人有五不净, 甲,种子不净, 乙,住处不净, 丙,生前不净, 丁,死后不净, 物,究竟不净, 二,婚寿是苦, 人一切享受, 皆是苦恼, 三,观心不常, 人无常心, 既非本心, 因有妄想心, 所以真良心不能实现, 四,观法无我, 人之一切苦恼, 为我的一字所迷惑, 实则世界所有之物, 实无我也, 对于第三问, 如来佛答曰, 莫聘, 原来, 阿南问以何为法, 是因为法会中的弟子, 信心也是参差不齐的, 如欲有变心的弟子, 应如何调护他, 所以, 如来佛答以莫聘二字, 这两个字, 俗语就是不理他, 不合作的意思, 对于第四问, 如来佛答曰, 如是我闻, 这一句话原是一个正心序, 就是证明经文却不错的, 是其漠视众生信念的一个序分, 各经典共同皆有的, 六, 说本经, 法会因由分第一, 分解, 如来为一大事因缘, 说法度生, 必须因地, 因人, 因实, 不可轻于说法, 所以机缘不到不说也, 因地者, 须有庄严的道场, 因人者, 须有听法的智慧, 因实者, 须似机缘的成熟, 由此三音方能说法, 总之, 即言其成立法会之不易也, 原文,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舍卫城, 其数几孤独猿, 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 二时世尊, 十时, 着一持波, 入舍为大成起时, 于其成中, 次第其矣, 还至本处, 饭时起, 收一波, 洗足矣, 夫作而作, 概论, 本分, 是玄经的续分, 说其缘法会由此起, 如是我闻, 至千二百五十人聚, 十续分中的通续, 就是说如来佛, 注释说法的仪式, 尔时世尊, 至夫作而作, 是续分中的别续, 就是说如来佛自己, 发起这个法会的事项, 如来佛要求众生日常起居间, 直显真心本体, 所以假起时, 发起此经, 可令众生向日用之间, 行住坐卧, 吃饭, 穿衣处, 明白自己与诸佛并无差别的道理, 是尘心细想, 则知如来佛的着衣持波, 正是张其界, 如来佛的启实, 正是教众生不失, 次地行起, 正是表张其忍, 不分贫富, 大慈平等, 收衣波, 以时修洗攀缘, 心无劳虑, 洗足以表除尘, 清静深夜, 夫作以表禅定, 正念不动, 将欲说法也, 可知出世间法, 不离世间法, 所以, 凡为佛弟子者, 就应学佛的制度规矩, 谨守戒律, 万不可丰衣足食, 放浪自资也。 讲义阿南云, 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是我如此倾听如来佛说的, 在说此经的时候, 佛是在舍为城的奇数己孤独员, 与有德性的菩萨罗汉及各弟子, 有1250人聚在一块, 在这个时候, 如来佛到了快要吃饭的时候, 穿上了袈裟, 拿着盛饭的波子, 由奇数己孤独员, 走进舍为大城去启食, 在城中依词的起完了, 又回到原处吃饭, 吃完了饭, 就将衣钵收拾起来, 洗干净了足, 就在地上铺好了座, 坐下了。 六足姐, 专相张无尽居士云, 非法无语谈空, 非会无语说法, 万法森然约因, 依心应感约有, 故首以法会因有分, 如是指意, 试者定词, 阿难自称如是之法, 我从佛文明不自说也, 故言如是我闻, 又我者性也, 性即我也, 内外动作皆由于性, 一切尽闻, 故称我闻也, 言依识者, 识滋会欲其极之时也, 佛者是说法之主, 再者欲明处所, 所谓国者波斯逆王所在之国, 其者太子明也, 术士其驮太子所施, 故言其数也, 己孤独者, 虚达长者之一名, 原者本属虚达, 故言己孤独源, 佛者范语, 唐言绝也, 诀义有二, 一者外诀, 观诸法空, 二者内诀, 知心空计, 不被六臣所染, 外不见人过, 内不被邪迷所获, 故名诀, 诀即是佛也, 言于者, 佛与比丘同住金刚般若无相道场, 故言于也, 大比丘者, 是大罗汉故, 比丘者范语, 唐言能破六贼, 故名比丘, 众多也, 千二百五十然者奇数也, 俱者同处平等法会, 耳识者当此之时, 誓今尘识, 摘识欲至也, 卓一池波者, 为显教世纪故也, 入者为自成外而入也, 舍为大成者, 明舍为国风德成也, 即波斯逆王所居之成, 故言舍为大成也, 言启识者, 表如来能下亲于一切众生也, 赐地者, 不择贫富, 平等以化也, 起仪者, 如多起不过七家, 七家树满, 更不至于家也, 还至本处者, 佛义至诸比丘, 除昭请外, 不得折向白衣舍, 故云尔洗足者, 如来世线, 顺同凡夫, 故言洗足, 又大成法, 不得以洗手足为净, 盖洗净手足, 不若净心, 依念心净, 则最够翻出矣, 如来欲说法时, 常一夫瞻谈作, 故言夫作而作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